奶爸又用了自己的信用卡积分订了酒店 这次酒店很好爽 给我们免费的啤酒和饮料 还有免费的水果 我们先去外面吃了一点午餐 用我经典的理论 但是呢今天我们不能抱怨了 因为今天是她的生日 所以只有免费的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呢今天是她的生日 所以嘛我有义务陪她逛街 逛吧逛吧你尽量逛 反正你也不买 我爸爸说乐高啊 觉得美国比赛子过来 但是呢估计搞乐高的人 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那么成功 诶大人小孩都喜欢 I don't like bunnies they look very scary the eyes are not red fake bunnies 我们就看看 最后还是在网上下单啦 这堵乐高墙好喜庆啊 祝大家喜乐平安步步高升 然后呢我们来到这家上海最大的星巴克 嗯不喝咖啡 白拍 今天虽然很冷很冷 但是抵不住上海人民的热情 外面的人真的很多很多 本来想拍拍狗粮美照的 可是觉得呢我们不试着快料 还是决定回酒店做点实在的 你别乱想了我们回酒店看电影 G rated 其实PG13 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影最快乐乐 所以呢我们先要采购一点好吃的 Hub everything 什么呢 嗯 不知不觉中奶疤又长 这种事情在家都可以做 但是呢 刻意的去做和不刻意的做 还是有区别的 毕竟嘛 花了钱的 也要逼自己享受一下呀 是吧 在一段婚姻里面 如果你只追求浪漫 那真的是作息 说句实话 在来酒店之前 我内心还是有一点 小小的讨厌她的 觉得她这个没有做好 那个没有做好 我也会经常让她抓狂 不是吗 这就是婚姻最真实的状态 让我们两个走到今天的 绝对不是浪漫 而是决心 这一辈子 我就决定跟你作战到底 狗粮下期还有 没看够的下回再见 我是性质混血四宝妈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